阿伯南梦照 在清晨的灵静中 在夜晚的灯火下 每日与主同行 感受神的智慧和爱 我是阿青 让我们一起打开心灵之窗 让神的话语成为亮光 指引前行的方向 阿伯南梦照 人类的新希望 经文 《创世记》十二章 一至九节 上主对阿伯南说 你要离开你的家乡 你的亲人 和你的父家 到我将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并要赐福给你 使你明星软阳 你将会成为别人的祝福 凡是祝福你的 我要赐福你的 凡是藐视你的 我要诅咒他 地上所有的家族 都要藉着你得福 于是 阿伯南就遵照 上主的吩咐起行了 罗德也跟他同行 罗德也跟他同行 阿伯南离开哈兰的时候 是七十五岁 他带着妻子撒来 侄儿、罗德 和全部财产 就是在哈兰所积聚的 生畜和人口 启程往加南地去 他们抵达加南后 阿伯南穿越那片土地 直到士剑 在摩利的杖树旁边 搭起帐篷 当时 加南人住在那地方 上主向阿伯南显现 对他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子孙 阿伯南就在那里 足了一座祭坛 献给向他显现的上主 然后他又向南走 在山区搭起帐篷住下 西面是伯特利 东面是崖 阿伯南又在那里 足了一座祭坛 献给上主 并敬拜上主 然后他继续向南 南走 漸漸向南地前行 阿伯南蒙照 人类的新希望 挪亚的仔 闪的家谱 最后引界出阿伯南 上帝要在他身上 展开救赎计划 上帝呼召他 离开家乡和亲人 并承诺赐他福气 阿伯南凭信心回应 上帝的呼召 和妻子和侄儿 来到加南地 后来 阿伯南因为饥荒 而去了埃及 却差点被法佬 奪去自己的妻子 最终得到上帝帮助 才化险为疑 尽心思考 上帝向阿伯南 应许了什么呢? 阿伯南凭信心回应 上帝的呼召 偎然离开家乡和亲人 对你有什么启发呢? 多谢收听和谐频道制作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 《读经日记》 好开心能够跟你分享上帝的话语 一起研读圣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